安逸斌是谁 我真不认识 可能是你祖宗 无耻 在这么讲的情况下 你还是黑 下流 卑鄙 我拧成口分了 蓝姐真的是痛心疾首啊 张兰撬完大S 骗魂诈财 被问绯闻对象又赞网友 实在是忍无可忍 又紧接着到我们大北京来告了 在朝阳还有在湾湾 两个地方马上要开了 所以呢你们不要被人利用 张兰又在提前媳妇大S了 日前才控诉她 骗魂又榨财 近期似乎是为了赚流量 又开直播鬼打枪 说着重复的话 为什么最近铺天盖地的 造舆论造声势 任何人 包括法官 看舆论看声势 就认为我们就是错了 我们没告过一次吧 因为你是明星 你是明人 粉丝 支持你的好几千 这么多人你不能辜负 您拿的是老百姓 英雄 科技人员几十万倍的这个钱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的丑陋揭露出来呢 有网友在直播中提问 张兰过去的摄影师绯闻男友田一斌 不料他却恼羞成怒啦 田一斌是谁 我真不认识 可能是你祖宗 你到今天你没忘了他 你是一个好孙子 没忘你爷爷 我齿 在这么讲的情况下 你孩子黑 下流 卑鄙 我宁可扣分了 真的有说 不是你说对这种人生气不生气 蓝姐真的是痛心疾首啊 为现在的社会 封气痛心疾首 网友纷纷看是啊 在评论区刷一排张兰和小五岁的 绯闻男友合照 抢他满嘴谎言 睁眼说瞎话第一 疼死我了 我找我就委屈死了 我就摔个打麻烤